欢迎收看 地狱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敬诚 今天我们请到母子党 令人骄傲的摇钱树 而且我觉得这些妈妈很可爱 因为他们都说是第一次来上节目 但是我看他们的样子 准备要出道了 真的 来来来 妈妈也出来抢通告 大扫船这一波已经过去了 妈妈船来了 来 欢迎我们命理老师 帮我们看一下 哪一个妈妈会红墙 是 来 首先欢迎欢呼老师 好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张胜书老师 老师好 杉重 大家好 来 许瑞关老师 老师好 来 首先欢迎我们的 曹雅雯跟雅雯妈妈 嗨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许志豪跟志豪妈 志豪 听说是 是吗 基隆庙口的叶艾琳来了是吗 是吗 是因为大家知道吗 因为我是台湾李敏昊 台语界的林志颖 哇 这里 对 但是能够生出这么好的品种 那当然是基隆叶艾琳 是不是 基隆叶艾琳 接下来 你们家 我跟你说你们家是不是 环境很好 妈妈看起来很贵气 很漂亮 像是这种妇女会的会长 或者是国标舞的班长 没有 我们是一般家庭 爸爸是公务人员 很标准的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你都带赚表 带赚钱的那样 没有 只是 只是为了要上节目 我们去标会 谢来的 你就不要再说了 那你是今天第一次上电视节目 第一次 对 所以原来一直推通告 后来是志豪 是谁推通告 是妈妈推通告还是志豪 我 因为我不敢上 为什么 怕紧张 那后来 那你怎么跟妈妈讲 我真的因为我妈妈 我少赚了好多钱 所以我觉得不然 就是什么 我真的很生气 就好几个通告 就希望可以 我们两个一起去上这样 她死都不肯 她就觉得说 我又不会讲话 我上电视干嘛 直到这一次 我以死相逼 好夸张 妈你再不跟我上通告 我可能从现在开始 会被命运好好玩 封杀你来不来 妈妈 好啦来啦 她就来了 真的这一次 对啊 我们也很好奇 我们也比 观众一定 妈妈上通告有通告费的吗 另外算吗 有啦 有通告费啦 还是只算一份 有通告费的啦 有 当然有啊 妈妈的费用是 一定会有车马费在 跟名嘴差不多嘛 是 真的假的 所以妈妈 妈妈等下也要填自己的劳务报 所以要填劳报 第一张劳报 恭喜你出道 谢谢你出道 对啊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这好吗 这谁 这也是电视明星 有通告费 总算可以探待那个外星人 今后就是基隆叶艾玲 这就是您的艺名了 真的 谢谢 谢谢 是 是哦 至好有几个兄弟姐妹 还有三个 没有啦 连我三个啦 你还有一个没有带我来 是不是 连我三个 不是我有三个 是我有两个 我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连我三个 你才好 还有老二 对 对 老二通常是家里最乖的 对不对 真的 不是 最没人理的 这是真的 因为老大赵书养 老二就当猪养 对不对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从小到大 我很少有那个关注的眼神 因为我爸爸是独子 然后呢 他生的第一个就是我哥哥的时候 我发现全家人都好疼我哥 那我现在看我们小时候的照片 我哥要既然这样 挂得这样 这都穿 手指 长生长子嘛 对不对 我出生都没有 我小时候的照片 就是旁边一个花盆这样子而已 你乱讲话 很可怜 我是说 你乱讲话 好 你不要承认 没关系 然后呢 也是我哥第一个开始 我们家三兄弟有自己的房间 自己有独立的一个房间 然后小时候他又学小提琴 然后又让他去学英文 什么就是什么 所有的栽培重点都在哥哥 对 那我就要想办法让他们更注意我 那所以你就做了 我就开始 从小五岁 我就决定我要当歌星 那你跟弟弟的待遇有差别吗 弟弟应该更惨吧 弟弟现在很瘦 都没吃饭 是这样讲吗 照理说 老妖又会回到就是 因为他最小 所以其实要多疼他一些 对 其实通常最常被忽略 就夹在中间的老二 我妈妈生了两个男生之后 她就很希望再生一个女儿 她一定是这样 就是我夹一个女儿来生 很幸福 生出来还是难的 那但是我弟弟小时候很像女孩子 所以大家也很疼我弟弟 所以只有我没有人 你变最孤单了 对啊 你变最孤单了 这是真的啊 对 知道吗 不会啦 说他跟哥哥弟弟个性完全很不一样 个性是完全不一样 对 他是从小就比较活泼一点 然后很会展现自己的才艺 他从幼稚园开始 就会表演那个呼拉签 超厉害的 幼稚园 前金融市的那个还得名 你变最孤单了 这种比赛 那种比赛 那种比赛 那个是另外一个 还有演讲 反正他从小就很会展现他自己 就算是一个才艺非常丰富的孩子 对 然后他是很勇敢 很勇于表现自己 对 不管是演讲啦 还是各种才艺 他都会抢着出来 他会跟哥哥一起争宠吗 就你都有考试都有得名次 又有这么多才艺奖 那会不会争宠 不会 其实不会 因为我自己很知道 自己的金粮在哪里 就因为 而且我也不敢 那哥哥也很优秀是吗 不是 我不敢跟我哥给笑 因为我哥很胖 哦 很胖 长子都给他 好吃都给他吃 对 然后他 他去学那些东西 有得名次吗 没有啊 哈哈哈 因为他就是 我哥其实是进不下来 他从小他很好动 然后他又容易紧张 所以就是事实证明 我爸那时候花那些钱 其实都浪费了 哈哈哈 就白花了这样子 如果投资在我身上 我现在还得了 第二个王力宏的 我跟你讲 真的 真的 是 是偏向这样 但是说 因为个性不一样 我们三兄弟 个性真的差很多 哥哥有他的专场 我们有各自的专场 妈妈 你会不会自己会觉得 会觉得自己有偏心 我觉得 倒好 嗯 他自己认为的吧 其实我都是一视同仁 怎么可能 因为都是我生的嘛 我哪会骗下生 讲都嘛 这样讲 官方说法 真的 对啊 不过他倒是最贴心的一个 真的 对 他就好像你孩子一样 就蛮贴心的 最贴心通常是 他最不 没有得到关注 所以他最贴心 不会啦 你说没有受到关注嘛 都是骗人的 因为我们都是一视同仁 都看在家 都看在眼底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不对 我觉得他 那说小时候曾经有过说 志豪 因为想要 想要能够让歌唱 这个歌 这方面能够更接触 所以他有要求说 他想要去学唱歌 有 那家里支持他吗 他有提议这一点 但是我跟他爸爸总是认为说 男孩子嘛 你唱什么歌 对不对 总是要有其他的才艺 才能够跟人家竞争 对 你唱歌只能拿来当这玩票而已 那才小学 小学啊 你看雅文他们 富凯他们从小就学唱歌 赚好多钱 对 那并非是你孩子啊 对不对 还有富凯他们也是 哦赚好多钱 真的 那可能是我们的思想 没有比较古板一点 你也是偏心啊 不是不是 我们总是认为说 男孩子嘛 对不对 不应该走向这条路 可以把它拿来当这种 一种讯息的 试一下有跟妈妈讲说 如果再不揭秘 再讲这些官方说法 会扣钱 对 会扣钱 可是我 我个人对于他今天刚出道的 这个talking方面还不错 就是很会 很会讲这些官方的话 是 我的功课的要求就特别棒 我对他在很严格 功课一定要在签三名 没有就完蛋了 我觉得他在很严格 就完了 对啊 那问一下瑞光老师 哪些星座的子女 他从小个性就是比较成熟 独立 这个我们要看上身星座 太阳星座跟水星星座 像亚文妈 你太阳是双子 上身双子 你的水星是金牛 然后亚文呢 太阳是射手 上身是处女 你的水星是天蝎 然后之豪妈 太阳是天蝎 上身是天蝎 然后呢 你的水星是射手 之豪太阳是巨蟹 上身是摩羯 然后你的水星是狮子 我们就来看看 你们有没有上榜 然后来 这个第三名 从小比较独立成熟的 我要搬给水瓶座的小孩 我们现场没有人上榜 水瓶座的小孩子 他的气质是这样子的 他是独立自主 渴望自立的 就是那种国中 只要能够搬到学校 外面学校去住宿的那种 自己盆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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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出 因为水瓶座的小孩子 他的爸爸妈妈 在管教方式方面 这个是比较放任的 然后跟小孩子之间的关系 比较疏离 所以小孩子呢 从小他就比较独立 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相处 自己写功课 爸爸妈妈可能很忙啊 搞不好 像水瓶座很多人呢 爸爸妈妈还是那种跑船的 爸爸都跑船 不在家里的 妈妈可能上班的 爸爸是职业军人 妈妈是职业军人那种 所以水瓶座的小孩呢 小时候自己就要处理很多事 也不爱人家管 就算爸爸妈妈很关心 他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水瓶座呢 他大概是国中啊 高中啊 只要有机会到外地去工作啊 然后升学 要住宿啊 搬到外面去 水瓶座的小孩子就搬出去了 然后成年之后 也可能会跑很远 比方说跑到国外去念书啦 跑到国外去工作啦 水瓶座 是 效不效顺呢 通常水瓶座的小孩 跟爸妈之间的关系 就比较疏离啦 不是很孝顺很年的那种 不是六清元帛款 不是嘴巴很孝顺的那种 不是 刚刚俊仁姐讲的 就是六清元帛 这会分较不少 真的啦 互动比较少 对啊 再来呢 第二名啊 天蝎座 像这好吗 就上榜了 就是太阳上升都天蝎 对不对 那像 像 像你就是特别符合这一款 像天蝎座这一款 它是深思远虑啊 然后早熟懂事 我跟你讲哦 这个特别是像这好吗 这样太阳天蝎 上升也是天蝎的小孩子 小时候爸爸妈妈 都比较苦 压力比较大 对 就特别是上升哦 那个时候就是为了生存啊 要奋斗啊 然后从早忙到晚啊 所以呢 爸爸妈妈回家了之后 那个情绪的张力都很高 可能心情都不是很好 他可能都苦瓜脸啊 或者是家里那个时候 有很多 很多危险 或压力很大的事情发生 所以天蝎的小孩 小时候一出生 最会的事情就是 看人家的脸色 爸爸今天回来呢 脸色怎么样 妈妈今天回来脸色怎么样 眉毛 眉头皱起来的时候 什么话我该说 什么话我不该说 天蝎座的小孩就知道了 所以天蝎呢 小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乖 因为他就不想要讨打 不想要讨骂 然后不想要在人家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碰一鼻子灰 所以天蝎座从小就 很会看人家脸色 然后很会想 然后知道在什么时间点 我可以讲什么话 然后我可以做什么事 所以天蝎也是很成熟的那一型 最成熟的这一型啊 我颁给太阳上升 或者是水星啊 如果落在摩羯座 像这种就是落在摩羯座 没有 这个好酷 像摩羯呢 什么脸 怎么了 你这个戏做得很确定 不是 我真的 我真的很想唱感恩的心 我现在 想说 老师你太准了 好 老师你继续讲一句 我等一下会推翻所有你的假设 你知道摩羯座 通常你上升是摩羯座的时候 爸爸妈妈在怀着这个小孩子的时候 经济状况比较差 经济的压力比较大 可能正在创业 然后可能工作很辛苦 他可能那时候就扛了阿公阿嬷的债 或者是要 这爸爸要养全家 兄弟姐妹家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特别是上升摩羯的小孩子 他就有体认到他一出生 他就觉得爸爸妈妈都很辛苦 所以在爸爸妈妈都很辛苦的情况之下 他就要懂事 要认真 要分担家务 所以很多上升摩羯的小孩 很小就会洗衣服脱地 然后帮爸爸妈妈做家事 甚至是照顾哥哥 照顾弟弟 所以这个摩羯座呢 从小都非常的独立自主 然后大概八岁开始 就有那种小大人的思维了 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要去承担家计 然后照顾家里的人 然后呢 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 我尽量不要花爸爸妈妈的钱 好了 很会抢镜头 现在镜头抢到了 自己要说非常多 眼睛干是不是 不是 我真的觉得讲得太重了 太准 真的 因为我 我上次来节目我有讲过 就是说 我出道前我有很好的工作 我在总统府也在立法院 也在教书 我一个月可以轻轻松松 可能几万块 将近十万块的时候 然后发片之后 反而发片之后 是我人生当中最穷困的时候 我的存款都花完了 然后我连车子都卖掉 要去还债 我也没有生活费 我开始学着搭公车 是我发了片之后 我才学着去搭公车的 然后那时候好穷好穷 就是也不敢让爸爸妈妈知道 每天就只能花15块 因为那15块要决定 我要搭出去的那一趟公车 还是回来的那一趟公车 可是我不能不出门 因为我如果待在家里面 我爸妈就知道说 我没有工作 我都要骗他们说 我去学校 我去公司上课 穷到我开始上节目 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 我这段过程的时候 我爸妈才知道原来我这么穷 还欠了四五十万的卡债 他就说 你可以跟我讲 就是对啊 就是有必要嘛 对你何必这样 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讲 你为什么这么坚 我可以帮你啊 我可以拿钱给你 帮你度过这个 我不要 我宁愿穷死 我都不跟家里拿钱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一个感觉 我怎么可以跟家里面拿钱 好歹也要累积个200万再拿 之类的 不过老子讲好准啊 我可以说一下吗 像你看志豪的上身是摩羯 可是你看他太阳是巨蟹 月亮也是巨蟹 他上身是摩羯的时候 他的伴侣公啊 他的伴侣公就是巨蟹座 他的太阳星座跟月亮巨蟹座 都落在他的伴侣公 代表他的爸爸妈妈 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他 所以呢 他爸爸妈妈就是对他很放心 可能对哥哥 觉得哥哥可能需要照顾 栽培 弟弟可能要怎么样 所以妈妈就会比较 把比较多的心思 放在其他两个小孩身上 其实你爸妈真的可以照顾你 上身摩羯的人 有会喜欢自己 扮演那个受苦的人的那种感觉 我怕说他股票亏很多钱 其实天蝎的妈妈跟巨蟹的儿子 其实两个人是可以当好朋友的 互相取暖 对 我把他跟眉毛的看看是找不到 表示他暗中的时候 那时候再也 还没有发光 发亮 但是后来 亚文家 亚文妈妈 所以你就生亚文这一个独生女 对 怎么只生一个 不晓得 真的 如果早期来讲通常至少要两个 因为小时候生她的时候身体不好 她生我的时候男产生了三天三年 也没生出来 对 对啊 因为那时候太大只了 我那时候快五公斤 没有 她要生五公斤快五公斤 然后她就生不出来 好 这样这一胎真的巨婴耶 对啊 巨婴 那就是吓到就不敢再生了喔 这样 那说哇 那这独生女那一定特别疼 特别重 很疼 我 我阿公阿嬷他比较重男轻女 所以我们就 我们这一家是只有生女生 所以就会他们就 所以爸爸排行老几个 老三 老三 所以其他的阿伯他们也都有儿子 有 就是 对啊 生到老三的爸爸 生一妈没有 杨文妈压力很大喔 你看 老三你娶到这个妹妹喔 阿伯生生一个女生 你没有这样子说啊 女生女生女生 女生女生啊 女生 女生生 对不对 这种压力很大 我二婆她生四个都是男生 对喔 铁枝就对了 对 她看这个都男生 那伯母就要讲了 哎呀好羡慕你们家有一个女 你 不会喔 不会 我不会羡慕她 不像生女生 对 她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的女儿她也羡慕我 我也不会羡慕她 我不会羡慕她 对 她一定羡慕你啊 对 我们想生都生不出来 好羡慕你 是谁啊 好 你们四个都滑到银子 好烦喔 好坏喔 好坏喔 所以你从小有发现妈妈有受到很大的压力吗 有 所以就是我的功课 对你的要求就特别高 对她在很严格 功课一定要在前三名 没有就完蛋了 没有在很严格 就完了 那你的功课有比其他的什么什么表哥啊 有 都是最好的 对 而且都是你 你妈妈多骄傲 你两个红包 对啊 阿公有说 你两个红包呢 不要啊 对啊 你如果拆下第一名 阿公阿嬷就给包一包 那其实阿公阿嬷也没有因为说她是 孙女就有偏心反而也很疼啊 但我都拼到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 拆下来 拆下来 你什么时代 你很八分 我说一百分是有效的吗 你立北 立北你担担啦 我说 立北 雅雯妈 雅雯妈 其他的 其他的有没有问你说 哇 你是怎么教 教到你雅雯功课怎么那么好 他就说 我不知道她就自己拆下了 对啊 真的啊 你看 真的吗 对啊 真的吗 你要问我 我没有教她 回家一直打 不会啦 没有这样只是打 你没有在那边 少一分打一下 那我要扣钱咯 哈哈哈哈 因为我成绩一定要很好 然后因为以前那种小学 不是会穿那种短裙吗 就是制服学生裙 然后我的后面小鞋 永远都是三条纲 所以有一次雅雯妈 是什么事情 你把藤条都给打断 有一次我在 她在楼上 然后我不晓得 到底她在哪里 然后叫她叫不韵 结果她是 我去看的时候 她是把那个米 然后洗衣粉 这样子 这样子完 在浴缸 把米跟洗衣粉 对 这样子完 放在浴缸 对 其实这种是一种 除惠的一种方式 是不是 不是 我就是在学插帆 对对 她就这样子啊 她就这样子就用她 她就在学插帆这样啊 你不会去吗 真的 学炒饭就在那边玩 身为妈妈的我那个画面 我可以想象得到 那个一定 哇 整个火上来了 火大 抓起来就打 对啊 狂打 她也不敢跑 不敢 我也不敢跑 我是一个很价格的小孩 是喔 对 是喔 那后来你就是想要去 参加歌唱比赛 还是学唱歌 妈妈都同意吗 她是 我是觉得她兴趣啦 可是她也没有去学啊 她是听那个收音机 这样子自己会唱 因为我觉得她唱得不错的 是喔 对啊 本身因为有天分的关系 就没有 就不像富凯他们 还花很多钱 去找老师学 很少很少 我们就只能听收音机 去比 他只有 他只有在歌同组 要上青年组的时候 有一个间隔嘛 然后去学三个月 她就学三个月 那她这样子 她这种天才型的 去比都第几名 她很少没有得名次 都是前三名的 好啦 我也不好意思啊 真的啦 哎呦 妈妈妈 她今天也是一样跟她讲说 这一次歌唱比赛 如果没有给我拿前三名 那我就不会了 这个不会 这个不会 这倒还好 这个就这样 好怀念 我们的小说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不会 这我会要求她去 一定要得第三名 那雅雯 在比赛的时候 你有站在台下这样子吗 没有 没有啦 好恐怖 好恐怖的画面 因为富凯她爸爸都是这样子 不会啦 对 但对她爸爸是这样的 我对她唱歌是她的兴趣 她唱好就好了 我不会去 要求她一定要唱到前三名 我们还是比较注重我的功课 我比较注重她的功课 所以嫂妈 你还是希望说 她好好把功课过好 对 唱歌不是主要的 但是她就是这么能唱 那怎么办呢 就跟她去唱啊 可是功课不好啊 对啊 那你有两边都兼顾吗 有 对 她有 真的很厉害啊 所以考试也很好 对 很棒啊 唱歌比赛也很好 对 这样子有没有比较轻松 就对阿公阿嬷有交代 我们孙女也很好这样 对啊 现在阿公阿嬷就是 自从当艺人 就是当歌手之后 阿公阿嬷打电话给我 次数我变高 真的假的 就是 哎呦阿嬷喔 我的孙女 你怎么很久没回来 跟我看一看 因为有时候 可能过年要工作 然后就比较没有办法 回去吃年夜饭 所以阿公阿嬷就会比较少看到我 然后就会问 就会问这样子 就打电话来问这样 那你要回去啊 不然吃年夜饭的时候 你妈本来都坐最旁边 最旁边在厨房里面 做最累的工作 所以我现在有你之后 这个位置可以一直伸伸伸伸伸伸 怎么做这个 伯母说啊 这样子坐到阿嬷的旁边 天啊 当然 这是官位晋升的意思 是 好 来来来 由傅老师 哪些手面相的人 非常的争气 可以让父母觉得很骄傲 好 让父母亲骄傲的指数 我这里从60 70 80 90 这是以我们小孩子的长相 当然还是会长大啦 就是说他的父母亲 能够很骄傲的这种人 好 第一个 从让父母亲骄傲的指数 60的是什么呢 我用那个手相来看 手上呢 如果有个贵人线 这个贵人线呢 清晰不断 麻烦请观众朋友看一下你的手 贵人线就是在你的生命线的里面 这边有一条平行的线 生命线的里面 倒不一定说 像那个精神那样就非常清楚啦 所以你父母亲一定对你非常的感到骄傲 你这个里面非常清楚这条贵人线 就会比较明显有两条 里面的这条就在贵人线 这条这条 外面那个是生命线嘛 里面这个就是贵人线 就是说 这种小孩子也许小时候 很辛苦啦 或者经历说各不同的经历 但是因为贵人嘛 表示有贵人帮忙 一路上呢 不能说是很大的贵人 可是一路上自然能够逢凶化吉 帮助你提拔你 自然他成功的机率就比别人高了 所以呢 当然最后的结果他不错 所以让父母亲骄傲 这里面呢叫贵人线 好 第二个呢 我再提一下 我们用字像来看 小孩子有几颗字 那么父母亲都非常觉得 这小孩子不错可以好好的可以啊 有三颗哪三颗呢 但是其中的不是说一定在定点 在那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 第一个在头发里面 第二个在眉毛中间 第三个在耳珠 这三个如果有字的 小朋友如果这个有字 这个字呢要红色的字也好 或是黑色漆黑的字 这种小孩子将来能够富贵 哇 先讲一下耳朵这个字 我眉毛有字啊 那个是了 对不对 眉毛里面都躲着 那是躲着的 要一般还是看不到的 比较好是不是 对 头发跟眉毛的通常是找不到嘛 表示他暗中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花光花亮 但是后来呢 就花光花亮 是 所以这两个呢通常是贵 那耳朵这个是富 就是小孩子如果你有这几个字的话 表示他将来呢富贵让父母亲觉得非常的光荣 父母亲非常的骄傲 是这个法中的字是只限于额头的上部吗 没有 大概这一部分都算 不一定说一定要我画的这一点 是 这一代都算 都是看不到的嘛 这自己不会发现 那不容易发现 可是妈妈容易看得到啊 妈妈小时候给你洗头的时候 就会碰到 那一颗长珠就很明显了 他妈妈都没有在帮他洗澡 他妈妈都帮老大年老三年 他都继续 我已经十几年没洗澡了 所以不知道你哪里有志 好 好 那第三项 我把这个父母亲骄傲的指数更高了 百分之80的是什么呢 比较平常 那第三项 我把这个父母亲骄傲的指数更高了 百分之80的是什么呢 就是方面大额 我们方面大额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啦 哇 说这个人方面大额 哇 这个是端得出台面的好长相 其实这是一个形容词 这方面不一定说一定要方方的啦 就是感觉上脸比较大 脸大 脸大 头大 脸大 大方豪迈 什么事情不会萎收 不会退却 他什么事情他都能够走得出来 自然他成功的几率就高嘛 然后大额呢更没有话讲 耳朵呢是看早年 早年开始渐渐的起来 渐渐的努力成功 就叫方面大额 或者是颧骨很明显这种都算 其实今天来的两位都算是这种的 那个像志豪的脸他真的大脸 他真的比起来大脸 这是好的 比例来说 这是好 比例 所以你讲他句话干嘛边笑边讲 那不要哭着脸讲 讲到好事我当然很高兴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方面 那雅雯你也是一样啊 等你头发都盖住啦 实际上你的脸变不小 好啦 好啦 没关系 没关系 OK的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这样子比较直白 我讲的是命以美 对啊 OK OK 其实这种长一样 表示他力争上游啊 对不对 那他大方豪迈 是是是 就端得出去的 好 最后一项呢 我们也是一个形容词 常常听到这句话 就是这个小孩子将来长大 会大成功的叫做 头角或者头角增容 头角增容的第一个条件 额头要高要宽 然后要有脚 发出来 然后发角发角 但是事实上来讲 我们人的头这个 不可能发得像牛角发出来 就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两日月 脱脱的 叫隐隐约有比较突出来的 是 或者这个左右呢 有扶角骨 略略突出来的 就叫做头角增容 增容不是真的要这样发出来 流氓网一样发出来 没有没有 就是这样就叫头角增容 是 因为这个额头是代表四月宫 四月宫 表示他眼光看得远 志气高 他力争上游 父母亲非常值得骄傲 好 谢谢老师 来 讲到志豪从小就喜欢唱歌嘛 也会表现 表现很优异 可是真的进入演艺圈之后 发现是痛苦的开始 你刚刚前面提到 最惨一天只有15块钱可以花 你有不小心听到父母说什么 什么话刺激到你吗 因为我爸爸是公务人员 你知道公务人员 最喜欢比较 最爱比孩子的成就 公务人员 因为一辈子都是同事 对 所以都是聊这些 对 像我爸每次回到家 就会说 我那个同事 他儿子怎么又拿奖学金 第一名 又拿到我们中华电信的奖学金 同事逼 已经留美了 什么 怎样都会讲这些 我从小一直不断的听到这个 那我什么都输人家啊 我爸没东西可以跟人家比啊 唯一能够比的就是说 我儿子上电视了 我儿子开始在比赛 虽然没有超过三关 又会被打下来 但是至少也是上电视 就是爸爸的心态是什么 爸爸 看我走这一行 其实他又担心我赚不到钱 可是他心里又是希望看到 他的孩子在舞台上 在电视上被人家看到 他有那种优越感 那一直到我 我没有钱的时候 他们总算说了说 妈妈 妈妈就说了 妈妈说 志豪你年纪真的不小了 那时候几岁 那时候已经快要三十岁了 身上完全没有存款 花瓜了 那哥哥也没有 还没有娶老婆 你们谁都还没有娶老婆 爸爸也快退休了 你再这样下去 你怎么办 难不成你要我们拿钱养你吗 这志豪什么都好 你看在总统府工作过 当过立法院的助理 还当英文老师 他其实收入很好的 可是他因为兴趣硬是要唱歌 感觉上像是上了一个 很不顺利的人生的舞台 就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 他应该要转航转回去 是啊 当时有跟他这样谈过 我说你从那么好的一个职业 要转到这边来 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你自 就是以我们所见的话 这一条路真的是不好走 对 真的是会很辛苦 是 那既然你已经选上的话 你自己就要鞭策自己了 要更加的 好好的做功课 不然你怎么办 不然你就是要再换了 他还是想继续走 要再拼一下 对 还是想这一种 那时候这样回妈妈 其实我是思考过的 我觉得的确30是人生当中 一个很大的关卡 那时间不允许我再这样继续下去 如果30岁之前 我没有成绩的话 我真的会放弃 我就回来再教书吧 那就让它变成是我 曾经度过的一个过程 或许是遗憾 但是它是过程 可是很奇怪 当我换了一个念想的时候 比较平常心去看我的事业的时候 突然间我的金包银就被疯传了 就莫名其妙 一个已经录了快两年的一个 YouTube上面的影片 它就莫名其妙 它就被疯传了 英文版的金包银 对 然后我的合约到期 新的公司来找我 又接了一个新的节目的时候 反而就 他们现在都都不敢跟我说 你是不是又没努力啊 你别努力啊 但是不会这样讲 他们就很开心 就是渐渐又开始 就开了 就顺了 金包银唱一下 注定的 赌银哥好爱那首 这样好了 今天麻烦赌银哥跟靖存姐 陪我一起唱 妈妈请你阿波中 啊 好不好 什么 准备的是英文版本 对啊 英文版哦 因为是真的假的啦 你知道妈妈请你阿波中 不是前面 妈妈保中 妈妈请你保中 这你们两个唱就好 好不好 唱英文的好不好 怎么唱呢 我们是讲假的 妈妈保中就是 妈咪 Take care 所以你们不要唱 妈咪 妈咪 等一下 你不要给你 你不要给你 好啊 你有够差 怎么样 妈咪 Take care 妈咪 妈咪 Take care OK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不好 来 老师麻烦一下音 把我找了是不是 对啊 好 来 一起帮我可以了 妈咪 妈咪 Mommy Take care Mommy Take care Mommy Take care Mommy Mommy When I think of my hometown My tears are falling down Don't worry Be happy Oh my mommy Although I feel so lonely Although I feel so lonely Mommy Mommy I live my hometown For Taipei City But I will be strong And have all seen 一起来 M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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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so lonely Yeah finish Thank you Oh 我紧代表快递公司 我想把你上歌 這首我現在去東南亞作秀 人家都點這個 都不點我專輯的歌 我跟你講沒有違和感 完全沒有對不對 對 就會覺得這首歌 他應該要給誰愛戴爾唱唱看 不一樣 我應該要去美國發展嘛 HELLO 對不對 改天HELLO一下 媽媽現在都沒有想說要轉行 現在不會擔心 不會了 現在應該穩了吧 其實也沒有穩 眼影圈沒有在亂 他現在來講的話應該還可以 現在是很好 現在這個階段應該還可以 但是還是要繼續加油 對 但是他很不錯的啦 你媽好正義 真的 他都這樣鼓勵了 你不要跟他這樣耶 很多人都被他外表騙 都好像很犀利你知道 其實我媽神經大條的就是怎麼樣 沒有 小學二年級 因為我先天性的這個弱勢 然後他就帶我去那個台大檢查 然後醫生就說 許太太 診斷之外的結果 至好是弱勢 然後他就 一語不發 就很沉重 我心裡想說 他就弱勢了 你幹嘛這樣 然後他就帶著我去大廳 打電話給我爸說 老公 醫生說自豪有弱智 我說 但是二十年後的今天 那醫生是對的 以為他很聰明 其實他他神經很大條 對 你真的聽成弱智 對 結果你從小因為弱智 他就把好吃的都給他吃 對你比較好 對 所以就演一下弱智 還可以得到成功 自從他學會用LINE之後 然後他有一次就是知道 我在台北狀況不好 然後就打了一長串的LINE 可是你知道 錯字真的很多 那時候你傳錯了 也不會沾掉 然後就真的錯 我就說 卡卡走就好了 媽媽 來問一下張聖書老師 老師那些命格的人 他只要堅持做自己 早晚會成功的 是 其實看到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你看看 這麼的打拼 對不對 真的是台灣人有未來了 但是我們要從命盤 我們要來看一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未來 所以命攻 我們從命攻來看 好 看命攻 那只好你的命攻是空攻 就要看對攻 天積和天良 這兩顆心 是 所以雅雯呢 是天良 好 來 我們先看 好 不用看你的命版 看這裡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 舞曲 兩位都沒有 好 有這顆心的觀眾朋友 你看 堅持做自己 其實我們題目叫堅持做自己 我自己是什麼樣子 我就用什麼樣子出來 可是 舞曲為什麼它可以呢 因為它可以 笑 罵 遊 人 其實人生成功不難 只要熬過三個東西就好了 什麼 哪有不難的 失敗 痛苦 侮辱 對不對 就不難嘛 只要能夠熬過這三個嘛 可是舞曲就是笑 罵 遊 人 有很多人就是 你侮辱我 有什麼了不起 你是誰啊 你哪根衝啊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 被路人假 路人蚁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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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一大堆網友 各種各樣對不對 對 稍微講兩句話就 喔喔喔喔 好像天要崩掉了 是是是 是不是 所以笑 罵 遊 人 從舞曲的概念出發 沒有人罵我 那我就不會紅啊 對不對 所以我剛好忘了罵你們 所以越罵越紅啊 對他而言 沒有人罵才是有問題的 是 因此這個是成功情最重要的 如何 對抗 侮辱你的人 你看要不然說 志豪你哪根衝啊 你以為你是費玉琴啊 蛤 或者你以為你是何篤靈啊 是不是這樣的話對不對 這句話 侮辱 這句話是侮辱到何篤靈了嗎 對不起 是侮辱到志豪了 不好意思 他是篤靈的鬥 我有那麼沒實力嗎 是實力太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 太過敏感的人 到底誰被侮辱了 都搞不清楚啊 那麼他就沒辦法 因為堅持做自己 就是要笑罵尤人 根本不在乎 也不要去管 這是第一個 再來一個是什麼呢 貪狼 貪狼心落到命功的朋友啊 他為什麼可以堅持做自己 險中求勝 真的耶 其實我們都知道一句話 富貴險中求的 所以今天你要成功啊 你說這到底是機會還是風險 貪狼呢 他會把風險看作是機會 是 可是啊 很多人是把機會看成是風險的 所以你看像毛澤東 他就是貪狼 他有一句詩叫做 無限風光在顯風 風險這兩個字就是什麼 我要很高的三個字 我才能看到無限的風光 所以風險就是 越危險 大家都說不要去 他偏偏就往那邊走 這樣的人是不是才容易成功 所以貪狼險中求勝 再來一個 兩個都還沒中喔 對 霍君 沒有 沒有 霍君 這顆星啊 兩位還是沒有啦 還是沒有啦 沒有 英雄本色 對 英雄本色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說 今天啊 你想要當英雄 別人要把你當狗熊 可是在這樣的過程 我們剛剛講 失敗 痛苦跟侮辱啊 你到底用什麼角度來看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愛迪生 他當時在做電燈泡 失敗了一千次的時候啊 別人說 你已經失敗一千次了 他怎麼回答的 你們都知道嘛 所以我沒有失敗一千次啊 所以我們都忘記了 他說我沒有失敗一千次 我已經知道有 一千個材料是不能用的 你看這種心態 其實剛剛志豪 你剛剛講 你心態一轉變了 你的運就來了 這角度不一樣 心態 心態也不一樣 所以剛剛志豪講 你差一點熬不下去 你心態一變了 真的 這時候運就來了 心態沒有變的時候 所以我們剛剛講 這三個堅持自己可以成功 兩位沒有上榜 那代表說 你們不能堅持自我 你要改變自我 這懂我這個意思了吧 這三個是做自己就會成功 你們卻得不能做自己 要做一點修正 是 這樣子才會成功 是 懂嗎 所以不代表不上榜 就不會成功 對 這代表的是做自己會成功 了解了 了解了 媽媽妳也知道亞文從小身體不好 對 妳就放她一個人在台北 打拼歌唱事業 人家昏倒好幾次 知道 是事後才知道的 事後才知道 妳還敢講事後才知道 妳事先 就應該要想到 沒有她都不跟我講 我以為她在台北很好 她都說我很好 我很好 我讓妳放心好了 結果就這樣子 妳後來怎麼知道她昏倒 因為有一次是看新聞有報導 然後有一次是因為他們朋友告訴我的 我才知道 才知道 原來她在台北過得這麼辛苦 對 那在當下呢 這樣就跟妳當初所預期的 已經有落差了嘛 就是 覺得這樣一個女孩子 走演藝圈走得這麼辛苦 是很不甘的啦 我們說她很小 就是我們保護大學 在這樣我也很不甘妳知道 妳有說回來台南不要唱嗎 那個不行啊 不可以說她現在回來台南啊 她也不要啊 對 那怎麼辦呢 沒有 因為其實我媽媽她 那個 她是一個 就是 很擔心我 但是她又不敢說 然後自從她學會用LINE之後 然後她有一次就是知道 我在台北狀況不好 然後就打一場串的LINE 然後就用苦肉劑 就說 她裡面的內容大概就是說 我為了要傳來給她 我來去學潑潑潑潑 對 因為她本來不會 我不會那個潑潑潑潑 不會 她也不敢打電話 因為她怕就是她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就這樣我寫 我如果講的 因為我罵的 我會有罵的 然後她就寫 可是那內容大概就講說 媽媽不好 這樣喔 把妳勾到這樣 讓妳在台北 生活這麼艱苦 我都不知道妳破壞 媽媽很不好 她就是講一些比較 很重的話 但是我覺得 可是妳知道錯字真的很多 那時候傳錯了也不會 也不會刪掉 然後就真的錯了 我就說 我說什麼我在台北 對台北是什麼 對台北是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不會 因為我真的不會破壞 這很多 然後什麼 加世有永遠的避風 避風港 避風港 什麼避風港 什麼避風港 什麼情天港之類的嗎 就是很奇怪 很會打這個 好親切 那就是真的是媽媽的 絕對不是詐騙集團 就是好像很感動 然後就覺得很愧疚 可是天啊 就是有一種想笑 你知道 用手寫的比較會 她後來就手寫 就錯字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亞文媽是講的很傳統 不敢用講 用講都直接是用罵的 對 真的喔 因為我是比較不會表達的人 因為我是比較性質 我一定會用罵的 我不會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 講那個話 她說不出來 因為我最小就是 我最小就絕對很壞 絕對很嚴格 那個話我就不出來 那妳怎麼沒想到說 那妳上台北來照顧亞文啊 我不想去打擾她工作啊 因為我說她很忙啊 她很忙 妳剛好可以洗衣服燒飯啊 你是把媽媽當什麼呀 妳要讓她獨立啊 她從小就這樣 就讓她獨立啊 我也是希望讓她獨立啊 人家獨立就一直昏倒生病 妳還不上來照顧 她不是說沒有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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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 我也不想會這樣 對啊我都跟她講 那就亞文阿公阿嬤 也知道這個新聞有沒有罵妳 她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 她們不知道喔 她們不知道喔 到現在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說亞文在台北 過得很辛苦 嗯 大家看到只有風光裡面 對 我們不可能回去講啊 是 嗯 妳跟她講話的時候喔 妳可能 潛詞用字啊 一句話講不對啊 然後可能就會磋傷 因為後來因為就是 我媽媽好像 因為以前就是 我媽媽也在工作 然後我自己 其實很獨立 因為我就自己玩嘛 然後自己念書 自己上學 然後就是 就是因為生病 然後也不知道發燒 所以後來就是 導致中而言一隻耳朵聽不見 說到這個我要問一下 對 亞文媽 說其實亞文其實 從小很壞優勢是不是 對 她是屬於體弱多病型的嗎 對 她出生 一句音耶 差點要開刀呢 對啊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出生的時候 不是要排泄或什麼的 她都沒有啊 然後那個注射 兩天都沒有排泄 如果說第三天如果沒有 嬰兒耶 對 嬰兒 打哪裡啊 打什麼 打額頭 打額頭 對 打額頭 對 打額頭 什麼東西啊 要打額頭 是為了 她的代謝 要不要正常 對 唉唷 她說如果第三天如果再沒有正常了 就要開刀 結果好像 好像第三天就 就有那個 有排泄 開始排出來了 對 不然要開刀呢 嚇死了 對啊 然後還 就是我們講到 上次亞文提到中耳炎這個問題 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 對一個歌手來說 聽力的受損 相對的直接就是 最傷的就是她歌唱的生命了 我這個我也不知道 她只是說她耳朵聽不到 我也沒那麼嚴重 是 事實後才在她耳朵一邊聽不到 唉唷 你都沒有去 你沒看她唱歌比賽 人家在喊亞文我愛你 這邊都沒聽到 她都一直指負自己 也沒有這樣 哪邊都沒有 原來是這樣子 對啊 都是 謝謝 謝謝 我會注意看啦 會會會會 我不是這邊聽不見 我會注意 所以有時候跟她講話說 我像奇怪說聽不懂 你跟我說說什麼 你有發現嗎 我沒有發現 是事後才知道的 我事後才知道 她耳朵半邊聽不見 你沒有發現 每次你一罵她的時候 她手機就放到這邊 沒有 我以為她是 故意她不聽不到 對啊 你想說 因為你太厭了 她說到沒聽就對了 也對 其實是真的聽不到 我很會念她 對啊 我很會念她 所以我一開始來當歌手的時候 被很多 很多那種 大哥大姐 或是一些前輩誤會說 我怎麼都不理人 因為其實有時候 在打招呼 我是真的沒聽見 然後就會 一開始就會有人說 就是 我好像都不太理人家 就會被人家就是 對啊 沒有啦 我現在很注意 對 不好意思 所以亞文也很獨立 就是你在台北辛苦 怎麼有苦跟媽媽也不說的 她不說 因為她是一個很 很神經質的人 她會想很多 我也會很 會容易緊張 對 她算沒用 她也不會解決 反而把你臭罵一頓 她就會說 媽媽沒好 然後就哭 她會哭 然後 那怎麼辦 對她就是會哭這樣子 那我 她也無助啊 我會擔心她 所以我就乾脆就是 不要說 對 從小是把她 拉拔打 真的 真的會擔心她 結果 關心的話說不出來 一定會用罵的啊 關心的話說不出來都會用罵 為什麼會這樣 傳統都這樣子 對 傳統的父母 那你現在還罵了亞文嗎 不會了 不是要罵的話大聲一點 她會給我頂嘴了呢 現在啊 現在會頂嘴 唉唷 不是頂嘴 她會 比較會跟我放駁了啦 妳講不會 那翅膀長硬了就是 不是啊 有時候也要讓她知道就是 對啊我長大了 對就是 不要黏 對 所以我現在比較少念了 妳現在頂嘴會頂到什麼程度 我其實還好耶 不會啦 我就是只會說 好啦我這裡已經說第三個 沒有因為 我黏的時候都黏著黏著黏 她不會說半句話 現在怕那我黏著黏著 她都會把她揶好 我會抓到 噢 還會有時候會把我這樣 有過反駁我 可是有時候有扁駁 只是說 可能有時候她比較沒有工作 我就要不然妳上台北陪我 就是我可以帶妳去吃東西 帶妳去玩 對 然後說好 那我買到客人 說不要你坐客運 坐客運比較近 你不要坐客運 這樣會很痛說 不要如果那個很開心 我不要坐客運 說你坐坐客運起來了 就是會類似這樣說 對 會這樣子 會這種的啦 這樣你就剩下了 對啊 就坐高鐵的時候 囉嗦什麼在那邊做客運 小時候他說 連會話都不會跟你頂嘴 現在說喔 會黃薄你 這位他好 有沒有 你有沒有瞬間 嚇一跳 你長大了 對 他是大人 對 他是大人 我會這樣子說 喔 他已經長大了 你從台南來台北看雅雯 都兩手空空的嗎 不會啊 我會帶他喜歡吃的東西 是喔 你都帶什麼好吃的 台南媽媽不可能空手的 對啊 我都帶他喜歡吃的東西 都帶什麼 他喜歡吃雞蛋糕 他每次回去一定要指定 我們家那邊的雞蛋糕 一定要吃的 那個車輪餅 對 車輪餅還有雞蛋糕 對對對 我都帶上去帶來給他吃 他百事不厭 我說 他說 我說你要回來了 他說那你要吃什麼東西 他說 雞蛋糕 我說你可不可以 不要再寫雞蛋糕了 那個可不可以 我知道 可不可以不要再寫雞蛋糕了 你要吃別走可以 可是你不要寫雞蛋糕 我知道你一定要吃這個 這個一定不會漏掉 可是你不要寫雞蛋糕 可不可以別走 我只想吃雞蛋糕 好可愛喔 現在漸漸已經比較可以溝通了 原來是有苦說不出來 是啦 瑞光老師 到底是哪些星座的人 就像燜燒鍋一樣的 有苦都不願意說 看上升星座 太陽星座 月亮星座 也可以參考你的水星星座 那待會就看看 大家都有沒有上榜 好 來 第三名呢 我要頒給上升太陽 月亮水星如果落在天蠍座 雅雯也上榜字好嗎 也上榜 OK 好 天蠍座是這一種類型的 就是咬牙苦撐 絕對保密 天蠍座很奇怪 你的心情不好生氣 人家如果問你有什麼苦 有什麼難處 那你就說出來就好啦 可天蠍座 就所有的事情 都像很神秘一樣 他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誰欺負了他 然後家裡情況怎麼樣 所以一些經濟上面的壓力 工作上面的壓力 感情方面的壓力 包括健康方面的壓力 他都會一直往自己身上扛 然後都不想要告訴人家 而且你知道 外人不能講 最親密的人講了 又怕他擔心 所以乾脆就變成 沒有人可以講 所以天蠍座 他就會自己咬牙苦撐 有時候天蠍 我是覺得 那個情緒的張力太大了 太憂鬱太糾結了 有一點點自苦 天蠍要盡量講出來 OK 再來第二名呢 上身太陽月亮如果落在巨蟹座 但是我跟你講 還好你的水星是獅子座 水星是管一個人講話表達 所以水星是獅子座 你還會有比較活潑跟開朗 表達你自己的一面 要不然巨蟹座 這個也是屬於這種過度敏感的 然後情緒糾結 你知道那個巨蟹座 為什麼它叫做巨蟹座 巨蟹就是裡面那個肉軟的 外面那個殼超硬的 所以那個巨蟹座的心 通常都是很脆弱 比如說這巨蟹座是玻璃心 那它這個玻璃心 它有到這麼脆弱嗎 其實蠻脆弱的 就是說你跟它講話的時候 你可能潛詞用字 一句話講不對 然後可能就會磋傷它的心靈 然後它就會很敏感 它會放在心裡 那放在心裡 然後可是在外面 就是對朋友 然後或者是對同學 它在外面它又 又因為那個殼又很厚 又不能夠哭給人家看 也不會去哭訴 所以它就會一直忍 一直忍一直忍 所以巨蟹跟天蝎 都是我看過那種 有說苦到後來 會歇斯底里的情緒 會有一點點抓狂 有一點點失控的 就是這兩個星座的人 巨蟹跟天蝎 它如果真的忍不住的時候 你給它秀秀結 一種哇 很崩潰 會 會 會 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天蝎跟巨蟹的家人 你看他講話 如果有那麼一點點謊神 然後你跟他講什麼 他的硬打 有一點點牛頭不對馬嘴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他的情緒 已經滿到這裡來了 這個時候你就要開始關心他 OK 好 那再來呢 第一名上升太陽跟月亮 如果落在摩羯 這裡是有鼓說不出的 但是呢 巨蟹跟天蝎 它是屬於情感層面的 那摩羯它是屬於這種物質層面的生活上面的苦 它就是頑強抑制 苦之面對 有時候我就不知道這個摩羯到底是在驚什麼 爸爸媽媽其實也過得很好 回家跟爸爸媽媽哭訴一下 取暖一下 其實也滿好的 但是摩羯就真的是這樣子 爸爸媽媽很辛苦 他們的錢是他們的錢 他們賺這一些錢很辛苦 以後要留給他們用 所以我在外面 我只剩下15塊錢可以坐公車 然後只能夠吃泡麵 然後生病 然後在外面被人家欺負 奇怪呢 這個上升摩羯的回去都不敢講 都不會講 他不想要讓人家操心 所以這個摩羯座呢 也是屬於那種把所有的重擔 都往自己身上壓的那種 然後摩羯呢 其實也不只摩羯 摩羯巨蟹天蝎 這三個星座都是一樣 超級的愛面子 不輕易的把自己脆弱跟無能的一面 透露給別人看 然後就會自己在那邊苦撐 但是像我其實要告訴大家 特別是像志豪 其實像我們在做這個靈性療癒的時候 我們都鼓勵像摩羯這種比較自苦的小孩 要看到父母親的能力 跟他們的本領 你如果覺得爸爸媽媽比你弱很苦 他們賺不到錢給你花 或者是他們可能很脆弱 不能夠照顧你 你出去外面你就一個人都很苦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靠山 你的爸爸媽媽其實就是你的靠山 所以信任自己的父母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事 你要相信他們可以照顧他們也可以照顧你 那些長輩都會提拔我照顧我 你就不會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人都在那邊苦撐 謝謝老師 這兩個都中的人反而今年是考試學習的最好時候 因為今年的文昌是畫科的 各位觀眾 兩個都中的人 我們今年考試學習的最好 你的好歌喉你覺得遺傳是媽媽的 媽媽也曾經是廣播人喔 沒有 我只是去上過半年的班 在廣播公司 對 廣播公司 在基隆的鎮華廣播公司 對 還有還做過配音員喔 一點點而已啦 我媽的事情就是她現在還好以前更疼 就打電話 喂 老公 吃飯囉 就是會有廣播人那一套就對了 對 你的表字很清楚 而且很奇怪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我的家庭組成很特別 我爸爸這一邊不太會唱歌 但是很會讀書 那媽媽那一邊呢 像我媽媽 我阿姨 我舅舅們 歌聲就都很好 所以還好就是可能我小時候 睡在他們兩個中間的時候 我應該都是面向媽媽之類的 所以跟她長得比較像 歌聲也像她 對 真的 我好好奇媽媽的歌喔 來來來 讓媽媽來唱一首歌 你會緊張嗎 真的要聽喔 你第一次 我好緊張欸 我真的好緊張 你這一段你要扛收視率的 你不要這樣嚇她啦 我真的 不要這樣嚇她 我都還算上的 還算上的 我都算上的 我們有一首主打歌 真的假的 媽媽教我第一首對唱的歌曲 樂園思琴 來聽一下喔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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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一唱完喔 西隆夜市 趕不趕走出去就看現在 唉唷 好緊張喔 那我們就唱一下了好不好 來 浩浩現在收視率 來 謝謝 好 來 認定喔 來 後退一步 一陪的 一陣子 你ちょ姐 讓我起來 用來 我 geez 你捏的 我愛愛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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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人家 江志豪 你媽媽 唉唷 唉唷 李治豪 許志豪 許志豪 她媽媽 平常都不是人家背彩的耶 溫暖再親愛你 好厲害喔 是好評審請給分 你給你媽幾分 100分 不錯不錯 對啊 不確長就很厲害了 對不對 她真的是第一次 真的 那接下來雅雯跟雅雯媽 真的假的啊 隔壁… 對啊 隔壁這段 人家媽媽都唱了 不是 她眼眶半累了 不要這樣… 她害怕啦 她害怕 因為我們家的人 妳的聲音不是遺傳至妳媽媽這邊 是我爸 是嗎 我爸沒有來見過 是嗎 所以那是妳媽這邊很會讀書就是 對… 來 唐詩三百首 我還給老師了 好…來 我們來請教張聖書老師 老師我們一起來關心 2016年喔 有哪些命格的人喔 會有機會大紅大紫喔 是 趕快拿出命盤 我們來核對一下喔 是 各位觀眾我們來看 2016年啊 今年 看什麼啊 室夜宮 室夜宮 有天童 而深宮卻碰到了七薩的朋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都沒有人種喔 沒有… 好 每個人 深宮的位置會不一樣喔 深宮的位置有七薩 所以這個叫深宮喔 這裡面如果有七薩星 好… 然後對上… 室夜宮有天童 好…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兩個都種的朋友啊 2016 一舉成名啊 喔唷… 今年的天童畫路啊 可是天童比較謹慎 所以這時候要碰到的七薩 去激發他的大膽喔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喔 失敗啊 痛苦啦 侮辱啦 這時候不要害怕 行動起來往前走 一舉成名天下之啊 所以這兩顆都種 要兩個都種的才算是 其實你這這麼難種 所以它其實如果真的種了 真的是你自己都料想不到的 是的 這時候靠著直接往前衝 就成功了 喔唷… 再來 這是室夜宮有太陽的朋友 是 有沒有 有 欸 志豪有喔 室夜宮有太陽 對 然後深宮有文昌 真的 可惜種了一半 種一半 我跟妳講種一半就很了不起了 真的 這不容易 真的 對不對 所以另外一半應該在媽媽身上 兩個一起種 這樣子就一起紅了對不對 對 金榜高種 這兩個都種的人 反而今年是考試學習的最好時候 因為今年的文昌是畫科的 再加上室夜宮的太陽 有沒有考慮要去考試 考公務員 對 放棄了 對 算了放棄 可是各位觀眾 兩個都種的人 今年考試運特別強 金榜提名 好 再來則是 是 室夜宮是紫維的朋友 而深宮碰到了天積 好 都沒有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這兩個都種 今年是最佳的掌權的機會 也就是可以升官 因為今年的天積畫權 現在五六首吧 我自己準備的有五六首 而且還持續在創作中 對 我希望可以突破那個金榜影的電影 所以 你現在有開始不斷的在開發 英語版的台語歌 對 像舞女啊 我最近還寫著那個 《家翁》 來唱一下 第一句是什麼 不只你 One day become older DADDY 鼓勵 沒站在那裡又好 Nobody give me remember 沒有人記得我 You and me sitting on chair 坐在醫療嘛 聽你說年輕的時候你有話對不對 Listen you talking about All the bullshit 聽你當媽在吵架 後面再寫 好厲害 而且 好好聽怎麼會這樣 好有趣 志豪媽你有去驕傲嗎 我滿高興的 還慶幸有這個 這是一種才華 對 繼續我們集合成 一首專輯的數量是二首 早知道唱這個會重 我以前就不要發那麼多唱片 怎麼拆壞戲竿 爸這也很驕傲了吧 你現在比較順啊 成績又很好 我爸 我爸現在出門好注重自己的打扮 聽話嗎 然後我媽 我媽現在連出門到的時候都要戴假睫毛 對 真的假的 他們真的比我還誇張超有法 這樣很好啊 表示他很肯定你的成就 我也覺得這樣很開心 可以讓爸爸媽媽驕傲 是 好 來 由布老師幫大家進行測字的占卜 我們來站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的運勢最亮眼喔 來 剛剛講嘛 好的子女讓父母親 驕傲炫耀 是 所以我們今天的字面 就用這個驕傲炫耀來選 一個字來測看看未來一個月 你哪一方面的運勢最亮眼 請現場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請你一起來選 請囉 好的來 雅雯嗎 炫 炫 對 好 雅雯 炫 好的 要好了 要嗎 好 基隆葉艾琳來 腳 腳 好 所以我是傲啦 不一定說一定要 沒有直覺 好 那我想 我想選 炫 炫 我也來個炫 你也來個炫 炫 好 我們都選炫啦 真的耶 他直覺都蠻 我要要 要 我要叫 好 怕了吧 焦好了啦 好 焦 都選好了 現場都選好了 觀眾朋友 你也請一起來選 我們先來揭曉 我們從焦開始來揭曉 那焦是靜純跟志豪媽選的 觀眾朋友也是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住言有數 男帥女交 這當然是外表 好 這是外表方面 外貌方面的運勢最亮眼 80分 好 超美 好 下面澳 澳我們現場沒有人選 但是觀眾朋友 有可能會選到這個澳字 到底澳字呢 它是哪方面的運勢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工作辛苦 私立難 這個不太好了 這邊是澳嘛 這工作的座 所以這一個選到的很抱歉 你工作蠻辛苦的 暫時就有30分 好 我們看一下 那跳過去看一下藥 藥是雅雯跟篤林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你也選這個藥的話 答案是 職場藥聲 風光的 好厲害 好 這邊是風光的光 這邊是跳藥的藥 這當然是工作運勢最耀眼 90分 好 下面是線 線最多人選了 志豪 雅雯媽 還有兩位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選這個藥 線的話答案是 貴人牽線 財運火火 只要猜方便最亮眼 100分 好 好 太棒了 謝謝老師 謝謝兩位媽媽 雅雯還有志豪的來 謝謝 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團結 請總共收看 蜜蜂玩 拜拜